特别是跟整个奥新维之 跟整个集中营的那种经验有关的那些见证 然后相关的一些包括像法律啊政治历史 生命本身的一些思考有关的这样一本书 所以这本书在当前有关于生命政治 这个讨论已经变成是一本 其实不是圣经的话也必须是必读的 一定要读的一本书了 那在里面处理的一些问题 也跟整个阿甘本他一系列的一些生命政治 有关的一些著作非常切体 其中包括说像是裸命 赤裸的裸命 这个词位现在还蛮夯的蛮流行的 还包括说像纳粹的死亡政治之类的议题 都是他持续相关的 那当然他像讲见证 可是他反正哲学家都常常会玩一些 非常调诡的一些细腻的一些思考的一些面向 对阿甘本来讲 见证其实就是特别是跟集中营有关的 见证的话应该是不可能的见证 所以他这本书要处理的是一种 不可能的见证的一个问题 我们当然就是要进一步去思考说 为什么对阿甘本来讲 集中营的见证是不可能的 因为其实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理由 就是说最惨烈的或者最不人道的事情 就已经发生了 那亲身经历的有很大部分的那一些 所谓的受难者都已经没办法说话 死掉了 所以幸存者他本身就等于就是说 他是要去讲那一些已经遭受最不人道的 或者甚至他有可能活着 但是整个失去话语能力 甚至失去生命的那些受难者 所以劫后余生的见证 就是见证那种经验 那这些劫后余生这些人 如果说他们见证的是不可能的话 他们当然自然而然 也不是真正的百分之百的这种见证者 所以阿甘本就认为说 这些人其实就是不是贬义 就是这些人充其量 只能够算是未见证者 只是假的那个见证者 那他们见证的基本上是一种 没有办法用自己的言语去描述的 他们亲眼目睹的那种 非人化的集中营的这种经验 那想把它说出来 可是呢 又觉得说不出来 等于就是说 这一个见证者他本身 在见证的过程当中 也同时也见证了自己的某一种的这种欠缺 某一种自己的这种语言的这种思绪 然后也等于就是用比较抽象的词汇来讲的话 也等于是见证了自己被去除主体的 被去除主体化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这个就是我们就不带大家念 就是那个摘要里面的那个选文里面的第二点 里面的那个 desubjectification 一个字眼 那阿甘本对于在那本书里面的那些 见证的那些思考 他其实同时也对于 我们等一下可能会有时间的话会提到 那个primo Levi 的那些等等的那些 大屠杀余生见证 做了一些评论吧 甚至甚至有一些批判 那阿甘本大致上认为说这些大屠杀的这些证言 还有许多的一些研究 常常都把道德层次跟法律的层次的概念都混杂在一起 那也就是说那些证言里面常常都觉得说 他们会觉得他们活下来是很可恥很罪恶的一件事情 那这个就是阿甘本来讲的话 像恶这种东西 是不是真的能够像这些余生见证者 他们所说的那样的一种角度去理解呢 那会不会就是说一种恶次上 也是一种法律上一种层次的恶 只不过现在被带入到他们正面里面 跟他们一种道德上的一种感受 是混杂在一起的 有很多的概念 包括说像那种罪恶感啊 责任 然后是不是无辜者 然后judgment 甚至说饶恕之类的 pardon之类的 这很多都把道德跟法律上的那些概念呢 都混杂在一起 也就是说他们会觉得说 活下来是很可恥很罪恶的一件事情 那这个时候好像是说 对于这些余生见证者 或他们的正言里面所显现出来的一种经验 是非对错评断其实是很难 已经陷入到一种不可区分的一种状态 这些余生见证者他们 有些见证者他们也会提到说他们在集中营里面为了生存 有时候有可能必须要出卖谁 或者说偷欠偷面包那个都已经算是小事情 有时候必须要透过告密 然后呢 然后换了自己活下来 所以当他们结后余生之后的那种耻辱感 罪恶感 你会发现到说跟某种道德啊 然后跟某种道理做了什么法律上云不允许的某些事情 很多都纠葛在一起 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难判断的 难分清楚的 甚至不只是受害者 不只是余生见证者 甚至包括说我们如果把那些战犯 也当成是某种这种见证者的话 同样的在那些战犯身上 我们也看到类似的这种把道德跟法律的那种概念 都混杂在一起的一种现象 比如说他们可能很多人他们就会辩驳说 我也觉得很愧疚啊 我心理上我道德上 我觉得我对于那些被我残害的对象 我觉得非常guilty 但是他同时那些战犯的这种证明里 也都会强调说 但是我做的都是符合法律要求的啊 在我当时那个时代里面是 法律体制里面领袖要求做了那些事情 所以你看看这个地方就混杂在一起嘛 就是他觉得说 我在道德上我站 虽然是也许是很愧疚啊 站不住脚啊 但是呢我在法律上 我绝对是站得住脚的 这个大家仔细地去细咎一下 会发现到说 这个时候的那种道德感 到底是真的还假的 好像很难判断是不是 经常都会觉得说 那些透过从战犯口中所说出来的那种道德感 常常都变成是一种借口 那种愧疚 那种借口等于是要 为自己在法律上的那一种 罪过去脱罪的一种借口 这个同样的情况也是看得到说 就是道德跟法律的很多概念 都纠葛在一起 这些也都会构成我们去 诠释这一些 余生见证的一些难题 一些困境 甚至包括说在台湾 其实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这种情境吧 就是每年2月28号的时候 就一定会有一批人就出来道歉 但是你会觉得说 道歉要做什么呢 道歉跟好像 我们到至少到目前为止 好像没有看到任何相关的司法判决 任何相关在法律层次上的那种究责吧 所以大家会觉得说 那道歉是有什么用 我省略掉一个字 我就是很想讲一个字 但今天公开场合不太适合 这样道歉有什么用 当道歉不过成为是一种规避法律上的责任 司法程序的时候 怎么办 那也许有人会argue说 可是任何一种形式上的法律 都应该有追溯权吧 是不是 你会觉得说 那些人搞不好都已经坐骨了 或怎么样了 就是已经超过那个形式的追溯权了 我这边只是要提供给大家一个思考的一个角度 就是说 这个不会是唯一的一个选择 刑事诉讼法上的那些法条 包括说像什么罪 追溯权的那种 事实上都可以再讨论了 在国外东欧 有一些法律领域里面的一些专家 他们甚至会主张说 类似像这种用国家机器 去残害人民的生命的这种罪过 它基本上是不应该有追溯权的 就是说政府本身必须要有这种 百分之百的概括承受的 在法律上的一些补偿 或者一些甚至说一些审判的 一些责任跟义务吧 所以等于就是说他们主张追溯权 特别是对这种侵犯一个族群 用国家机器的这种大的暴力 屠杀之类的应该是有这种无限期的追溯期 这个给提供给大家参考 就是说国外的话一些 在做转型正义的一些学者 他们有人有这样主张过 再回到阿甘本这边来 阿甘本所讨论的那些 信存者这种证言 基本上有一个很大的特质 就是耻辱感跟罪恶感 就好像就分不清楚了 他们会觉得说我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啊 但是我觉得很罪恶 而且我也为我活下来这件事情 感到很可耻 等等之类的 那这些我们给他的一个说法 就是说那大上就是因为他们经历的那些 很重大的那些人身上的一些打击 见证了一些 几乎会摧毁掉整个人的生日的基础的那种经验 所以自然而然会有这些各种不同层次 这种感受这种混杂 那阿甘本在做这方面这种研究 他也不能说他是去质疑那些证言的这种真实性 而是基本上是想让我们看到说那个耻辱感 在那样的一个情境当中 被跟很多其他的那些复杂的一些感受被纠葛在一起 他也是试着想要把它带回到一个比较条理分明的一个情境里面去谈 那个是另外一个层次一个问题 所以阿甘本就带出了很多一些 可能跟那些余生的证言 表面上所讲的那种所描述的那种经验 可能不太一样 他做细部的一些抽丝脖剑 让我们看到更复杂的这种耻辱的这种面向吧 比如说我在那边时间的关系就举一点就好了 他那个书里面有描述到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放到那个hand out 没有也没有关系 有另外的其他那些余生的这种见证者里面 另外一个人 有提到有一点 就是说有一个意大利来的 在集中营 意大利的一个波隆纳来的一个学生 那阿甘本举那个例子 他其实最主要要讲的是说 从那一件事情上面看到 耻辱感 与其说是因为活着而感到耻辱 你觉得你不当活 不该活 因为大家知道说很多的这种 余生见证里面可能那些幸存者 都会觉得说被杀死的 被迫害的那些同胞 都比我更值得活下来 常常有时候大家会就这样子 如果你见证到周围的很多人都过世 那个幸存者本身就会觉得说 我值得活下来嘛 所以那个时候就游然而生会一种耻辱感 所以很多的余生见证里面 的的确确都涉及到说 他们是因为活下来感到耻辱 但是阿甘本要让我们看到说 不单单只是如此 那个可能是表象而已 还有更复杂的一些面向 所以就举了那个例子 那个例子是有一个意大利波罗纳来的一个学生在集中营里面 那有一天就是说 就莫名其妙反正 那个纳粹就心血来潮 集中营里面常常都会这样子 心血来潮 You come here 然后呢 那个波罗纳那个学生就看一看旁边的人 他发现说那个军官指的就是他 然后呢 那个阵影都讲得非常清楚 说那个波罗纳那个意大利那个学生走出来的时候 就开始看一看旁边的人 发现被点名的是他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开始脸孔 那那个例子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就是说 当然你可能去讨论说 那鼓作是一个小例子而已嘛 能够说明多少呢 但是至少是开展出来另外一个思考点 大家仔细去想一想 那个学生为什么在那个时刻会感到 就是脸孔就是觉得很可耻吧 他并没有活下来啊 大家知道吗 那他那一刻基本上是要受死的 他反倒是在受死的情境当中 快要受死的情境当中感到很可耻 所以阿甘们这个时候就让我们看到说 其实与其说此路是因为 你觉得不该活而活下来 倒不如说 你是因为觉得莫名其妙的 然后就被选到 说要送上断头台 要被处死的 那个情境 才是真的可耻的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时候 大家可以去回想到 早早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用那个卡夫卡的 那个小说的那个结语 我觉得那个是非常具有哲理化的 哲理思考的一个结语 那里面特别提到就是说 此路这种东西 是好像是那个主角 过世了之后 还会一直延续下去的 所以这个当然就提供给大家一个思考 说我们当然也不要太偏执地去质疑那些余生见证者 他们这种真实的感受 只是说那种真实的感受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解释的一些可能 当中是不是掩饰了其他的某些 某些更复杂的 不为人知的一些 就是在进一步的去剖析的 也就是说他们所感受到也许不是真正的耻辱 真正的耻辱对阿甘本来讲是发生在那一个 好像生命化的结局 然后莫名其妙的就被要被丢进焚化炉 或者被枪毙的时候的 那个状态才是真正的这种耻辱 那还是没有解决很多问题的 因为大家还是可以去思考一下说 人为什么在那个状态当中会觉得是会感受到耻辱的 为什么说莫名其妙要被选上 是我吗 那是我 我要被送上 送进那个焚化炉的时候 那个时刻为什么会感受到耻辱 这个阿甘本就没有再进一步的去细分 他会只是紧张 一定是耻辱啊 为什么他们会觉得他是耻辱 我觉得是很紧张啊 跳到我了我要走了 也许有可能啊 不过只是说有时候 这些理论家哲学家 他们可能有一套理论的一些架构 一些观点 他自己有一些agenda 他去解释的时候 他就抓这个例子 我也同意像老师所讲 这个例子也许不是真的百分之百的很贴切 但是只是说他既然要根本这样讲 这个理论家这样讲 我们就是说follow他的那个思考那个逻辑 在做进一步的去推断的时候 我个人也比较会倾向说 是阿甘本所举的那个例子里面 所讲的那个比较是接近 那种更接近生命真相本体的